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安宇 叽叽叽叽 干杯 B站这个年轻人 他们的素质是很高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 对我很感动 还有光 在哪 眼黑说明你见客 过来 牢骚太盛 防长断 风物长衣放眼亮 用这部电影 向去年做出过贡献的 所有的全国的 衣物工作者之间 他们确实太不容易了 哈喽 哈喽 各位B站的 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安宇 今天非常高兴 能通过哔哩哔哩 轻访问 跟大家见面 哔哩哔哩 干杯 B站新会人 嘉宾完成信息卡 答题上站成为新会人 姓名 张韩宇 星座 射手作 职业 演员 代表作 集结号吧 爱好 很多 最爱听的歌 哎呀 这个很多呀 很多很多呀 最新动态 我正在宣传 马上就要上映的电影 中国一生 请完成以下会员试题 以下 哪个是武汉话 拐子的正确解释 A 扳手 B 拐杖 C 拐弯 D 哥哥 那肯定是哥哥 拐子就是哥哥的意思 武汉话 谢谢机长 机长您辛苦了 敬畏生命 敬畏职责 敬畏贵账 你好 我是方兴武 手里这么多年情报 终于见到真人了 天王盖地虎 宝塔真和妖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呢 房冷 胡的浪 请开始你的表演 正式访问 你想知道的都有 小海宇老师是B站的用户吗 会看哪些视频呢 是的 肯定的 我会看一些 这个 比较有意思 我感兴趣的话题的 比如说历史 比如说人文 比如说像 关注的 像这个 中国革命的 这些领袖们的 年轻人对他们的印象 对他们的理解 90后 包括2000后 很多年轻人 他们对毛主席的 这个理解 大大的出乎了 我的这个预料 我们研究的很深刻 很透彻 我感到很欣慰 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 弹幕或者评论 我看到那些弹幕 有些那个 虽然话很简短 我觉得我都总结不出来 我从中也很感动 我觉得这个 现在的年轻人 尤其B站 这个年轻人 他们的素质是很高的 对看待历史 看待中国的问题 也很准确 这个没有人教过 我们并没有教过他们 但年轻人们自己在学习 自己在体会 比如说像 B站里边有很多年轻人 非常怀念毛主席 我觉得这一点 对我很感动 因为主席是我 一个偶像 毛主席 我觉得毛主席的诗词 应该让年轻人 大家去看一看 饮茶月海未能忘 所惧于洲 叶正华 三十一年还救国 落花时节 独花章 牢骚太盛 防长断 风物长衣放眼亮 莫到昆明池水浅 关于胜过 傅春江 毛主席给 不要紫的一首诗 如果您来做up主 您会发一些什么内容 我觉得收藏分享 我是可以的 因为我很喜欢 中国的古代艺术品的收藏 这个爱好呢 也坚持了二十多年了 越来越觉得 我们中国老祖先呀 为世界的文明史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真的 因为我小时候太 太调皮了 我小时候 出去的时间太多了 所以现在我就 基本上不太爱出门 因为你拍戏一年到头了 你出去就撒月 然后你回家以后呢 你感觉 你一个人静静地待会儿呢 能够 能够 总结一些东西 静一下 能够恢复 自己给自己充电 那前段时间 被说晒黑了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是拍的 还是那诚心给我屁成 因为后来有一个人 他是那卖防晒霜的 你知道吗 可能是他发的 因为我看后边有一个 那个建议你买什么样的防晒霜 一大堆裸裂了一大堆 后来我一分析 是不是卖防晒霜的 把我给披折了 因为那黑的有点奇怪 那个黑呀 没光 哑光黑 有点像得了什么重病的 突然想起那个连长 跟赵大大说 那个脸黑 就那个女红高亚少兵那段 脸黑怎么 那是星军打仗 太阳晒的 脸黑说明你健康 这次饰演了中国医生里的张院长 感受怎么样呢 演这个其实挺有挑战的 你比如之前我们演 很多人物是观众 或者连我呀 连观众都没见过的 传奇的人物 或者说那个年代的父母 在网上他们见过的那种人物 演起来呢 你发挥的余地就比较大一些 那么这次演的这个角色呢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最基层的医院的院长 疫情到来的时候 大家得了这个不明肺炎 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 这个金银潭医院 我们这个张定宇院长 就是毅然截然地 接受了两千多名不明肺炎的患者 而且张定宇院长呢 他身患严重的疾病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他完全可以安然退休 我不找那么多事 平稳降落得了 但是他并没有 而是迎着困在上面 情操很高尚 那为了这个局势 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当我拿到剧本的时候 我一看那个台词啊 那么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用普通话演的话 就像这样说话 都很苍白 就是扁平的这种感觉 我就决定用湖北的普通话 你还不能完全用武汉话 武汉话听不懂了 加深他的地方的这种特性 真实感 然后要把他那个腿的残疾的部分 要展现出来 你不这样演你 剑步如飞的走也不对 你说你这个 连院长得见动症 你都没有表现 我还做了很多工作 比如说我去金银潭医院 跟他生活了三天 我跟他一起开会 跟他查房 我生平第一次进到艾滋病的病房 看到他怎么样对待这些 比较艾滋病 又进到了肺结核啊 包括肝炎啊 他不是传染病医院 所有的传染病都在他的医院 每一个病人都亲自去抚摸他们 就是摸他的骨位啊 有什么意义啊 通过这个跟他在一起呢 我就摸到了人物的基本的领埋 具有湖北人 武汉人的那种 刚直的个性 直爽 他的基本个性 我也就掌握了 我就觉得对我所谓人物 是有很大帮助 拍这部戏 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细节 防护服我们这回穿的 跟他们当年医生穿的一模一样 一点都不不马虎 所有地方都是一比一的 到位还原 对 很难受 喘不上气来 真的是一身大汗 他们人家一穿 穿十几个小时 我们这一场戏穿完了 你就可以脱了 所以你会有很深的体会 这不容易 真不容易 这部电影我们真的是 致敬 全国的 抗议英雄 也希望 B站的年轻的伙伴们 年轻的朋友们 通过这部电影 给你们一些启示 未来的路 应该怎么走 怎么样坚守自己的初心 怎么样 为自己的理想 去奋斗 去执着的追求 问题盲盒 从网期嘉宾留下的问题盲盒中抽取一个进行回答 便为之后的嘉宾留一个问题 我拿这个吧 看看什么刁钻的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这是朱耀文留下的 这个问题 谁演技最好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 不同的演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你演这个角色 可能会很出彩 但是你演那个可能就不行 不如那个 请老师给后边的嘉宾 留下一个盲盒问题 你认为我可爱你 网友评论您是书圈白月光 您知道吗 我还真不知道 白月光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种得不到的美好 能请您霸气演绎下这句台词吗 怎么了 平时在我面前 不是挺横的吗